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针对日前美国提出的2017中国军力报告 有台湾学者指出 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变得是地缘政策的转变 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只会更大 但武器不是最重要的 明星士气才是 他还指出 两岸除了和平 别无他土 台湾中时电子报8号发表题为 两岸军力悬殊和平是最好选项的报道称 台军导弹指挥部前计划处长 台陆军官校教官周雨平受访时强调 解放军军力走向大海军概念 力量在东海 南海延伸 东风16级东风21导弹都很有威慑力 东风21号称航母杀手 精度更高 解放军火箭军未来是很可怕的一支部队 随着北斗导航卫星的精度增加 解放军导弹精准度提高 数量不需增加 杀伤力却提升 周雨平强调 台湾的导弹投射能力已无法阻挡解放军导弹 但重要的不是武力 而是民心士气 1996年台海危机时 台湾股市就曾崩盘 现在信心危机只会更严重 除了两岸和平 别无他途 报道称 台湾根本没有能力与大陆抗争 尤其是民进党上台这一年来 年间改革已经让许多台湾优秀军人选择退伍离开 军事人才出现严重断层 还有 如何挽回台湾的民心士气 可能远比去争取美国对台军售还要重要 蔡英文9号到台南宣传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宣称投资水环境建设就是投资未来 这就是前瞻 不过在台南市政府闭门座谈时 场内令人适责直指蔡当局有猪一样的队友 台行政团队应该调整 蔡英文由赖清德陪同 9号上午台南视察行程首站抵达白河水库 了解纳入前瞻计划水环境建设的相关工程 蔡英文强调 前瞻治水非做不可迟早要做 赖清德当面力挺前瞻计划 盛赞是台南乃至台湾治水的实施雨 民众都应该支持 蔡英文经过太子宫时表示 过去这一年来台当局改革的工作 无论是年金前瞻基础建设 或是长照2.0的推动都已打好基础 现在就是当局展现执行力与决心的时刻 然而改革的进度有快有慢 请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台当局会展现出决心 蔡英文再度表示 要做好治水工作 必须要有经费与资源 台当局所推动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的水环境建设 这就是投资未来 这就是前瞻 而与台南市政府闭门座谈时 会中发言者踊跃 许多人都聚焦一力一休所带来的冲击 对台湾经济恐更不利 据现场与会者转述 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郭清华发言 建议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要换人 临权下让赖清德接任 此话一出 赖清德文言从座位上站起来 阻止明代发言 场面尴尬 蔡英文则强调 今天不谈敏感人士问题 也要求明代会后不要到外面乱讲 还有人在会中提出 台行政机构有一些提油救火的猪队友 要赶快调整 并点名台交通部门主管贺陈旦 引发民怨 就是菜团队里的猪队友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接一下 本台的主台观察员徐子乔 子乔把时间交给你 好了 小丽 昨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下乡 宣传所谓前瞻计划的行程 今天台湾媒体也都进行了关注 今天联合报报道就说 蔡英文的宣传活动变成民代抱怨大会 不仅波及一例休议题 连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下台的声音 也是再次浮出了水面 文章也对这次蔡英文青上火线宣传前瞻提出疑问 一是蔡英文是否能够带动行政团 对全体总动员还有待观察 二是民进党的基层官员对前瞻了解够不够 宣传沟通到不到位 三是许多政策的流失连地方都看到了 为何台当局却视而不见呢 这些问题若不解决 未来前瞻座谈会变成抱怨大会的场景 只怕会不断的上演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下个月要举办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接受了岛内媒体的专访 中国时报引用柯文哲的论述 作为标题发表了文章 称要了解尊重大陆坚持一中 柯文哲表示 当今世界没有人认为有两个中国 所以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而是一中的内容为何 这不只是台湾关心 整个世界都在关心 那两岸需要相互谅解 我们尊重大陆方面 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所以台北市政府秘书处 有国际事务组来处理外国事务 另外还有大陆事务组 专责联岸 不会混在一起 也不会故意给对方找麻烦 这就是两节 他还表示 基于联岸交流的延续 以及政策稳定 应尊重过去 联岸双方应该尊重过去 已有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 秉持互信的态度 和联岸一家亲的理念 在现有的政治基础上 继续推动联岸和平发展 构建联岸命运共同体 共同追求美好的未来 而旺报的观点则是认为 柯文哲不仅论述有善意 也有具体的作为 清楚区隔国际和离岸事务 他的一言一行 为今年双城论坛举办 做出了良好的铺陈 也为近期频频喊出 所谓亲中爱台口号的 绿营县市长们 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台北观察 先别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紫乔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国民党主席交接僵局 9号终于正式取得进展 经新旧党主席阵营协商 已正式确定 中央委员名单 由吴敦义洪秀柱两主席 共同决定 中国国民党官方网站 9号校五发布新闻稿表示 经洪秀柱主席 及吴敦义主席当选人 双方指定的交接小组会面 达成共识 确认210位中央委员候选人 提名原则 其中163位 据参选意愿之 现任中央委员全部提名 其余47位 由洪武两位主席 共同推荐 送请第20届 中国国民党全代会主席团公告 不过针对9号上午传出的消息 称吴洪阵营已达成共识 国民党全代会 如期于8月20号举行 原定于7月8号 29号办理的中央委员 中常委选举投票 则延至9月举行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在转述党主席 洪秀柱阵营的看法时表示 9号上午协商仅讨论 吴洪共同提名中委 并未触及全代会 于中委选举时程 2014年3月18号 台湾岛内反两岸 服务贸易协议的学运代表 林飞凡 这个月11号将在彰化一处牧场 举办户外婚礼 网络上疯传婚礼当天 将部署警力300人 引台湾各界踏罚 不过消息传出之后 彰化各县的军公教联盟 召集人吴万顾也说 将要集结会员 路过婚宴场外的县道 看夜景 这下恐怕台湾警方 真的得部署更多的警力了 当年冲在前面 反服貌引起各界注意 林飞凡和女友爱情长跑 八年即将结婚 就在这个月11号 将迎娶大学同学林亚平 两人特别选在 彰化这处牧场举办婚礼 到这里办喜事的消息一出 紧张的却是彰化警方 网络上有人发出一张 警力部署表 引来轩然大波 传出这是针对林飞凡婚礼 彰化警方竟然部署大批警力 网友骂警察尊严扫地 林飞凡婚礼警察当保全用 派遣300名的情力 那是彰化分局研判 遇过那天到场 参加的宾客 有300名所致 张化县警局方面出面澄清 县长也力挺作为 林飞凡则在脸书上发出声明 蔡英文不会到场 更从未要求警方在婚礼上 提供任何协助 而抗议年金改革人士 张化军公教联盟召集人吴万顾 这几天发出讯息 邀请大家11号林飞凡婚宴当天 路过139县道赏夜景 电话逐一通知会员 强调自己不会去婚宴现场闹 但会路过婚宴场地外的139县道 而他是退休的警销分队长 他表示除了抗议年金改革 他也不满意太阳花运动时 林飞凡等人长时间占领台立法机构 害得中南部警察 离家长时间支持 我会去台139县三月前 可是我们有在民进董 还是小英有来到这 如果有机会 我想南路陈请一下 当然我们会是实际的情职 还有后续发展的状况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还是要调派警力 警方表示 林飞凡办婚宴 他们要出动上百名警力 只是就交通问题 或可能有大长官要来 提前部署 但现在又传出 一场婚宴外头 可能会出现抗议场面 警方恐怕又得增加人力 台中林嘉龙市长上任以来 台中市被查获 不法案件移送侦办 共有69件 其中45件涉案人都是公务员 台中市议员痛批 市政府封击败坏 要求林嘉龙市长自我检讨 市长林嘉龙被议员批评 贪污弊案 已问三不知 气到直接坐下 嘴巴还念念有词 议员拿出资料 台中市府从龙政府执政以来 有69件封击案遭送办 其中45件还都是公务人员涉案 包括贪毒不法 以行政处分方式进行记过 继生界的案件也多达79件 那么一直等到6月份 还在原址 就是说我们合理怀疑 只是自己人掩盖真相 包括教育局学生事务室灵性主政 滥用职权向高中职教官索贵 遭到记忆大过调职 另外建设局也被查到 灵性部总工程司 今年1月18号遭到正风4锁定 向承包商收贵 上礼拜检察官还搜索办公室 住处被收押100万元交保 议员批是否贪毒多 议员指出的很多个案子里面 其实有大有小大的当然就像 最近看到的像贪毒的案子 或者说被检察官搜索的案子 那小的当然有一些是像迟到早退 师傅解释 无罪推定原则 所以没有马上将人调职 目前也都在调查阶段 并不是手掌门不知情 而是不能透露案情过程 如果查证属实 绝对不会包庇 台中市政府经报有约聘员工 涉嫌性侵四名少女 目前已被收押 离谱的是 这名员工借住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里 家属原本以为只有大女儿受害 报案之后才发现 遭性侵不止一人 总计是四名少女 这张验商诊断书 引爆性侵少女案 涉案人员 还是台中市政府的员工 一查之后才发现 他竟然是我们台中市政府 农业局的一个行政助理 未成年的孩子 其实都一直不敢说的状况 那一直是大姐遭受了这个情形 她才勇于去做对外的求助 社会局调查 嫌犯伸出狼爪对象是同居人 四名未成年孙女 五十多岁嫌犯 早在去年六月份 就性侵猥亵 同住一间透天错的三名少女 犯时机选在带他们出游购物 或是趁家中无人时 得逞后给零用钱 并威胁恐吓少女 不能告诉别人 其他的女儿 不只是长女 还有两位女儿 也有被这个嫌疑人 有被性侵 将近一年时间陆续犯案 直到今年四月二十六号 嫌犯又在对被害少女的高中大姐 伸出狼爪 这次给零用钱威胁都没用了 让整体事件爆发 犯案之后 性侵犯又回家来住 这是最难堪的 这个加害人还继续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受害少女妈妈二十六号到警局报案 大女儿遭性侵 社会局二十六号开始调查 结果竟然发现受害少女有四人 妈妈不敢相信 再三确定 二十九号妈妈再次报案 检方才发鞠票抓人 证讯隔天积压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北市敦化小学爆出24名小医学生 集体发横诊 疑似得了借床 还有家长进一步指出 从开学以来 校园就密集出现老鼠 疑似是隔壁大楼施工 让老鼠跑了出来 担心学校卫生出问题 学校有老鼠 我想捕 那我妈没有 我妈没有 早上有抽签过 很多吗 没有 我真的只有看一只 校园变成老鼠聚集地 根据学生说法 出没的灰黑色老鼠体型大 让家长担心 校园卫生出问题 他之前已经 冒几十年的大楼敲掉 那里面有多少老鼠 不知道 家长口中的工地 正在施工盖大楼 地下五层挖的身 被家长和校方认为 是老鼠变多的原因之一 今年的老鼠的状况 比往年是来的比较多一点 那这方面学校都有 立即马上来做处理 在教室门缝 家庄遮蔽物 防堵老鼠 还有两大箱 年鼠板 近十个捕鼠笼 放在办公室和教室角落 因为从开学以来 全校96个班级 抓到约20只老鼠 投药三次灭鼠 直到五月才变少到个位数 但一度被认为 造成小孩被跳蚤咬 得皮肤病 一大片的红枕 长在腹部 在家长赖群组疯船 集体性裤头发疹子 养到腹型 而且不止一两个小孩 还以为是得了群马疹 根据校方说明 5月31号 有其中一班 24名学生被不知名的 蚊虫叮咬或感染 当天下午立刻消毒 端午节后 再二次处理 甚至举办 从一楼签到五楼 直到6月3号 初步诊断 五位学生得到戒疮 陈青汉老鼠无关 而且病情已经掌握 大部分的学生红疹也退重 台海出版社9号在台北举办 台湾辅制新书推介座谈会 此次出版的台湾辅制 以原貌影印出版 原汁原味的再现了 清代台湾地区的风土人情 不但是专家学者 研究台湾历史的重要参考 也为了岸民众更深入了解 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 血脉相连关系 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台海出版社委托 两岸出版交流协会 9号在台北举办 台湾辅制新书推介座谈会 并将台湾辅制 赠送给台湾数十家 大学图书馆 以及文化界人士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 将近80家图书馆 70多家 然后这些都几乎是 涵盖了北中南都有 所以其实很多的图书馆 都很喜欢这一道书 此次出版的台湾辅制 是清乾隆29年 继公元1764年 台湾辅制辅于文艺 所主修的版本 台海出版社按其原貌影印出版 仍以现装书形式 在线这部清代台湾巨著 满足读者期望的同时 也为专家学者研究台湾历史 提供了一份原汁原味的参考数据 同时新书座谈会和赠书活动 也让台湾民众能够借由台湾辅制 进一步认识两岸渊远流长 根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为台湾辅制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台湾 岛内的一个风土人情 社会风貌以及教育文化 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出版台湾辅制这本书 来让两岸人民共同了解 保祷台湾共同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 据了解台湾辅制是清代中央政府 在台湾社府后 由台湾地方官员主持修转的地方制 自1685年到1764年 共刊行六个版本 台湾辅制从官方角度详实 记载了台湾的自然风貌 经济状况 社会生活 反映了当年台湾与大陆 加强联系后 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足进步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总统府清瓦台国家安保市长 郑益荣9号就萨德反导系统 部署风波表态说 韩国政府无意从根本上 改变韩美同盟的约定 郑益荣当天表示 部署萨德是在朝鲜威胁 逐渐频繁的情况下 做出的保护韩国和驻韩美军的决定 即使是政权交替 这一决定也不会轻易改变 郑益荣同时表示 考虑到民主程序的正当性和透明性 部署决定需要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尤其是环境影响评估 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合理与合法途径实施 郑益荣表示 无论如何 韩国会将国家利益和安保必要性 放在最优先位置来考虑 韩国政府曾于7号宣布 将暂停对萨德系统的追加部署 并将对萨德部署地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 是否追加部署 需等待评估结果 这一表态立即在韩国舆论引发轩然大波 韩国保守舆论担忧 此举会动摇韩美同盟的基础 英国大选9号计票完成 结果显示 保守党未能在大选中 赢得议会下院半数以上的席位 不能单独阻隔 首相特雷沙梅当天在唐宁街宣布 将与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 特雷沙梅当天觐见女王 并获得阻隔授权后 宣布了这一决定 作为连任英国首相 特雷沙梅承诺在脱欧谈判前 联合政府将为英国带来稳定 并在关键时期带领国家继续前进 9号公布的大选结果显示 议会下院650个席位中 除一席上位宣布外 保守党赢得318席 工党赢得261席 苏格兰民主党赢得35席 自由民主党赢得12席 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 其余席位被绿党 威尔士党等小党瓜分 民主统一党是北爱尔兰最大政党 与保守党关系密切 主张北爱继续留在联合王国 该党领袖曾表示反对英国硬脱欧 英国舆认为 保守党未赢得议会半数席位 意味着特雷沙梅希望通过提前大选 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治赌博 宣告失败 而工党领导人科尔滨 在当选所在选区议员后称 英国人民选择了希望 选择了摒弃县政府推行的紧缩政策 英国大选是指议会下院选举 选民通过投票选出议会下院650名议员 按规定 得票最多但未赢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的党派 无法单独组阁 需联合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 这可能导致未来联合政府在政策制定于执行中出现相互撤肘的情况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邦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朝鲜9号宣布 近日成功试射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试射 此次表态被认为是对8号试射活动的正式回应 据朝中社报道 该新型巡航导弹由朝鲜国防科学院研发 可在地面打击敌方军舰 本次为首次试射 意在检验导弹机发射系统的实战效果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8号援引白宫文件披露 美国与沙特近日在总统特朗普访问中东期间 达成的千亿美元军火大单 包括七套萨德反导系统 超过十万枚空地导弹 以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战机 不过有专家指出 5月20号特朗普造访沙特时签署的 总值1100亿美元军售大单 掺杂不少水分 因为美国政府的任何军售 都需经过国务院和参众两院批准 而且此后还得与军火商门 进行长时间讨价还价 伊拉克内政部9号表示 伊拉克中部巴比伦省当天发生 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21人受伤 附近多处店铺和车辆受损严重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巴比伦省 穆塞伊布市一处市场 引爆身上的炸弹 穆塞伊布市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以南约80公里处 该市所在的巴比伦省 时有袭击事件发生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9号 陆毅现身厦门观音山 国际商务营运中心 出席九木王代言活动 一身颇有腔调的格文西装 一张青春不老的容颜 再加上一双目测1米8的大长腿 陆毅一出场 就立刻引发全场 掌声不断 从进入演艺圈起 陆毅就凭借着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征服了大批观众的心 他所扮演的肖童 李英奇等角色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此后 不论是明察秋毫的少年包青天 还是执着严厉的医生周明 亦或是智勇双全的反弹局长侯亮平 都被他诠释得正气浩然 可以说这样的形象 与九木王所提倡的 活出品位乐于担当的新绅士理念不谋而合 在活动现场 九木王集团董事长林聪颖就表示 之所以同陆毅展开代言合作 就是欣赏他的阳光正气 对工作和生活皆有担当 这样高颜值 有品位 有修养的形象 能更好地诠释九木王推崇的 新绅士主义精神 这次跟九木王的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九木王现在所倡导的新绅士的理念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当代社会 每一个男的应该去学习 或者说是成长过程中都要去经历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就是跟九木王的合作能够长长久久 据悉这是九木王发展28年以来首次邀请明星代言合作 为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未来 九木王计划将从产品升级和品牌造势等多个方面 用专业的品质和内外兼修的情怀沟通打动消费者 再创发展新高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还有新感谢官方微博和东南美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祝您周末愉快